整個房間暗道伸手不見五指 不敢相信現在是白天 陽光進不來 房內好陰暗 陰天更是慘 走到外面終於看到一絲陽光 家中的光照被後續蓋起來的高樓大廈擋住 成了不少市警小民的困擾 但日照權在法律規定是攸關生存的基本權利 內置部在二零二零年七月增修日照權規定 超過二十一公尺七層樓以上的建案 要讓鄰近住宅區或商業區的基地 在日照最短的冬至 也有一小時以上的有效日照 埃燒房屋被前排大廈遮住 彷彿是被蓋火鍋 多個案越來越多 專家也透露 包括景觀和日照權 巷弄內低癌老房 最容易受到影響 那像這樣如果要居住的話 都會比較仰賴除濕機 還有紅衣機這樣子的家電 對於自住客來說 這樣子的房子通常購買意願都不高 從各國法規來看 日本就有規定 一定高度的房子不可侵犯鄰居的日照權 如果違法 建商甚至要付出賠償金 奧地利則有窗戶權保障住戶採光 及透氣的權利 德國則規定 建築物有義務保持二點五公尺洞鋸 保障光線權 新房一棟棟蓋 小屋被大樓包夾 奪走光照和賞景的權利 相關法規期望保障民眾權利 也不容鄰居建築偷走陽光 華新聞莊名獻章環宣陳欣慈新竹報導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油長 庭會結束 我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